他感染两次以后 习已经从中南坑的 他的所谓的毛泽东的故居那个窝 经常移动到西山八大处凤凰岭 甚至准备随时能看得出来 习很多时间不在北京 你发现这问题了吗 他的安全感一天不如一天 那他为什么又不要打台湾呢 我觉得除了刚才说那个经济崩溃 外资大量撤离 国内太多不稳的因素 自己身体随时嗝皮 最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他新选的军委班子 他发现选错了 原来许其亮那是他的核心是吧 许其亮好不容易啊 说你大爷了 老子可算糊弄到位了 赶快撤该发财了 听说新的军委班子选出来以后 习对这个过去的许其亮恼火至极啊 张又霞过去 他以为这是绝对铁把子是吧 富一代子一代嘛 现在发现张又霞有些也没跟他说实话 张又霞是他目前最相信的人 你说这张又霞竟然现在一再的劝习啊 打台湾这个决定 那要慎之又慎呢 我们西游美国 南有日本 这个日本之虎 四季尔东 北有不安定的 那俄罗斯 那俄罗斯 那随时都翻脸呢 而且美国的CIA 在整个东北亚 西亚 布置大量的人员 吉尔吉斯坦 哈塞半江 说咱们弄不好啊 就全面 整个周围都不安定 就连张又霞这样的好战分子 习近平的亲信都能告诉习近平 现在不易打台湾 当然身体也不好 你一打你那撑不住就完蛋个球的了 所以 很多人 福建的战友 台湾的战友 问我听说最近的一系列的在福建 以及在东海 北部 台湾 所谓的虚张盛世 会不会打台湾 有可能 就这个疯子 你无法想象啊 有可能的